哈利路亚 将一切荣耀完全归给我们的神 要请弟兄姐妹 我们在今晚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来向祂敬拜 向祂来歌唱 要请大家我们先从座位上面站立起来 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先来为着自己祷告 将我们在这个礼拜里面 所有的重担 所有的忧虑 我们都全然的交托给他 神是那位信实的神 神是那位爱我们的天父 当我们交托 当我们祷告 交托给他的时候 主啊 我相信 你的灵必定与我们同在 你的灵也必定运行在我们的身上 好 我邀请大家 我们在今天晚上一开始 我们先来为着自己来祷告 求神的灵大大交灌我们 哈雷雅 是个挂爪 孩子在讲自己交托阳光 他说他讲这个礼拜 所有的 最重的交托 是个挂 在这一段半月 我们要向你的心态 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所有的转弱 都变回钢墙 一切受压制的 不得到神的释放 我们愿主 我们能够赞 赞美耶稣 哈雷雅 哈雷雅 赞美耶稣 当我们向你赞美的时候 主啊 一切的问题 都不是问 你就是唯一的解答 哈雷雅 谢谢耶稣 哈雷雅 主啊 谢谢你 让我们在晚上 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 要向你来敬拜 要向你来祷告 主啊 求你悦纳我们的白上 让我们在今天晚上 我们一起领受主你的恩 让我们一起聆听你的话语 聆听你的声音 求神 你启示信的恩膏 大大降临在我们的里面 让引领我们 走在主 你为我们核定的标杆人生当中 所有的软弱会变为刚强 所有的压制 能够得着神的释放 主啊 谢谢你 与我们同在 将我们以下的时间 全然仰望 交托在你面前 谢谢耶稣 我们这样 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 基督 主宝贵的圣名 Amen 一起拍手来敬拜我们的神 公义圣结束 公义圣结束 神的羔羊 荣耀的君王 万民都屈膝 在你昨天 我们敬拜你 我要唱修行歌 我要高声赞美 热忍的心 天上给你 哦 圣结束 让我们从头再次向神来上 公义圣结束 公义圣结束 神的羔羊 荣耀的君王 万民都屈膝 万民都屈膝 在你昨天 我们敬拜你 我要唱修行歌 我要高声赞美 天地万物 宣扬 宣扬你荣耀 我要唱修行歌 我要唱修行歌 我要高声赞美 热忍的心 天地万物 宣扬你荣耀 宣扬你荣耀 我要唱修行歌 我要高声赞美 天地万物 天上给你 神是公义的神 Amen 吗 让我们持续向祂大声来敬拜 让我们扬起我们的声音 一起来唱公义圣结束 公义圣结束 神的羔羊 荣耀的君王 宣扬你荣耀 万民都屈膝 在你昨天 我们敬拜你 我要 我要唱修行歌 我要高声赞美 天地万物 宣扬你荣耀 我要唱修行歌 我要高声赞美 热忍的心 献上给你 偶生结束 神的羔羊 一鼓来赞美 我要唱修行歌 我要高声赞美 天地万物 宣扬你荣耀 我要唱修行歌 我要高声赞美 天地万物 宣扬你荣耀 我要唱修行歌 我要高声赞美 天地万物 天地万物 宣扬你荣耀 天地万物 我要唱修行歌 我宣扬你荣耀 地万物 天地万物 导你荣耀 天地万物 美�难 主 哈利路亚 向一些荣耀完全归给祢 哈利路亚 祢是佩德赞美的天赋 让我们继续向祂来敬拜 Amen 一起来赞美祂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一支永留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光明自由 请拜神 应如中水永留 永活地主地在这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一支永留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光明自由 请拜神 应如中水永留 永活地主地在这里 你是祭祖地 魔后地 喜在 景在 永在地主 全心敬拜祢 大声欢呼 羔羊 费高举 共一地日投入光照耀 万国赞叹你的容眉 圣洁共一出明亮身心 喜在 景在 永在地君王 你是祭祖地 魔后地 喜在 景在 永在地主 全心敬拜祢 大声欢呼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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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荣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一支永留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里有光明自由 祭祖地 祭祖地 魔后地 喜在 景在 永在地主 全心敬拜祢 大声欢呼 羔羊 费高举 共一地日投入光照耀 万国赞叹你的容眉 圣洁共一出明亮身心 喜在 景在 永在地君王 你是祭祖地 魔后地 喜在 景在 永在地主 全心敬拜祢 大声欢呼 羔羊 费高举 共一地日投入光照耀 万国赞叹你的容眉 圣洁共一出明亮身心 喜在 景在 永在地君王 你是 你是祭祖地 魔后地 喜在 景在 永在地主 全心敬拜祢 大声欢呼 羔羊 费高举 共一地日投入光照耀 万国赞叹你的容眉 一出明亮身心 喜在 景在 永 喜在 景在 喜在 景在 永在地君王 你在 景在 永在地君王 这里有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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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这样一切荣耀 完全地归给祢 哈利路亚 你是那位荣耀的君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里 Watson 他要信你 神帆 神帆 名人 . 赞 神帆 神帆 神统 神统 自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祝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自我意想, 能看见你心意 祝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自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爱你 我的盘石, 我爱你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爱你 祝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自我意想, 能看见你心意 祝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自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自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自我意想, 能看见你心意 自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自我仰望你, 自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自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自我意想, 能看见你心意 自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自我意想, 能看见你心意 自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自我仰望你, 凡事都在你手里 自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爱你 我的盘石, 我爱你 我的盘石, 我爱你 我要爱祢 主后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 我爱祢 我的盾牌 我爱祢 我的盘石 我爱祢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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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祢 I'm not alone 我想高山去墓 我幫助從何來 從你而來 從你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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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高山去墓 我幫助從何來 從你而來 Hallelujah 腺部 神張 creatures Hallelujah 神張全 Hallelujah 神張全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深藏全 哈利路亚 深藏全 哈利路亚 深藏全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从永远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伸张圈 哈利路亚 伸张圈 哈利路亚 伸张圈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伸张圈 哈利路亚 伸张圈 哈利路亚 伸张圈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我全然现伤 我全然相复 找你质疑 不找我的 跟随你 是我的喜乐 我全然现伤 我全然相复 在每一天 每个选择 我全然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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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质疑 不找我全然相复 找你质疑 我的跟随你 是我的喜乐 我 全然现上 我 全然降伏 在每一天 每个选择 我都说 我信尊主为他 一起来宣告施加 施加就在前头 世界就在后头 我选择耶稣 跟随不回头 施加就在前头 世界就在后头 我选择耶稣 跟随不回头 施加 施加就在前头 世界就在后头 我选择耶稣 跟随不回头 施加就在前头 世界就在后头 我选择耶稣 跟随不回头 我选择耶稣 跟随你 我选择耶稣 跟随你 是我的喜乐 我全然 我全然现上 我全然降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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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互在每一天 每个选择 我都说 我心尊主为他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呼求圣灵 告诉圣灵 圣灵我好爱你 圣灵我需要你 圣灵就求你此时此刻大大的来充满我 圣灵是在求你大大的来充满我们 圣灵因为我们不是依靠私利 我们不是依靠才能 我们是依靠着你 方人成事 圣灵呀 求你呀 此刻就带领着我们 在这个神的圣殿 在这个万人的祷告的殿 献上我们自己成为活迹 让我们每天都要离开那个情欲 因为圣灵我们知道 情欲是与你相争的 让我们要因着你而行 不是因着肉体而行 求你每天在带领我们的同事 让我们多多地结下圣灵的果子 让我们成为呢 那个拥有和平 那个拥有喜乐 那个拥有 仁爱 拥有仁爱 拥有良善 拥有许多你众多的特质的 行在我们的身上 让我们成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 圣灵也求你带着我们 在我们每一天的职场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赐下你智慧的恩赐 赐下你知识的恩赐 让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所有的人看到我们 就如同看到主耶稣 让我们行出那个良善 行出那个爱 也让我们拥有 从你而来的信心 让我们有感动 要传递福音的时候 我们知道圣灵你与我们同行 圣灵更要求你呢 在此时刻吃下你的意志 当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手按在他们 需要意志的地方 圣灵你此刻呢 亲自的来意志他们 亲自的来释放他们 因为圣灵 这个意志的能力 就是从你而来 圣灵让我们也要带着你的印记 让我们身上带着圣灵你 在我们身上大大彰显的意志 带着你的印记 圣灵我们要走到每一个 有需求的角落 也求你带领着我们 与教会的意向走在一起 让我们能进入到 有需求的角落 建立一千个家祭坛 我们知道这 所有的角落 所有需要的角落 他们都需要圣灵你的火来点燃 因为唯有你的火 也难在这些家庭 这些执掌当中 才能看见希望 看见未来 并且成就一切 圣灵也求你带着我们 让我们因着你的火热 感中了超过两千四百万的人 超过两千四百个人 来到这个万人祷告的殿当中 他们要一起敬拜 圣灵有你的同行 要一起来宣告 这个城市 是归于主的城市 圣灵更求你带领着我们 在这个城市兴起 超过三百个家教会 因为每一个教会 都是这个福音网的连结 也唯有将这个福音网 透过你的带领 大大的在这个城市 张开 才能够将这个城市 彻底的方转 将这个城市彻底的复兴 圣灵请你来 就在此时时刻 大大的充满我们 让我们要与你同在 感受到你的爱 感受到你的意志 感受到从你而来 那最深刻的喜乐 因为此刻 你就在大大的来充满着我们 圣灵也再一次 求你带领着我们 那我们在此时时刻 因着你的愁爱 因着你的感动 我们要一起 我们一起张开我们的口 我们要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 一起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死坦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将掌声归给神 好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将时间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怎么会听到神的声音 建志 你可以把声音放大一点 然后中 中音再大一点 低音多一点 好不好 让那个声音 比较柔和一下 OK 我大概 要跟各位分享 其实听到神的声音 没有那么难 只是你从来没有去想过说 他真的会跟我说话吗 那么他跟你说的话 绝对是一个安慰欠勉 造就的话 他不会告诉你说你欠点钱 怎么样的不要还 有一个弟兄 不晓得谁带他来信耶稣 就告诉他说你信了耶稣之后 耶稣的保险会遮盖 你的所有信用卡所欠的债 所以你就不用还债 结果他还得好凄惨 弟兄姊妹 我想 很清楚地告诉各位 神是灵 所以敬拜祂的是 要用灵来敬拜祂 有没有 Amen 第二件事 神的话是灵 是生命 所以你必须要有祂的话 在你的心中 你要勤读祂的话 你才能够不断有祂的话 住在你的里面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当你要听到神的话的时候 你必须有一个重生的灵 那个重生的灵 就是让我永远都想到 任何时刻神都跟我同住 神都住在我的里面 我再说一次 基督徒重生之后 你必须要常常去想到说 我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必须活在基督的里头 我在生活 我必须活在基督的里头 我跟人家讲话 必须活在基督的里头 有时候我们会讲鬼话 跟讲人话 你知道吗 那些话只是在制造一些快乐 像我早上讲的早上 昨天我们在小家的时候 有一个弟兄 我就鼓励他娶老婆 然后再生几个小孩这样 他一直笑 他说他找不到老婆 找不到何事的 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可以找越南妹 你知道 他说他可能有问题 我就跟他讲说 找乌克兰的好了 前几天我就看到一个台湾人 娶了一个乌克兰 好漂亮 我就问他说这样多少 他跟我说两百万 这是进口的 公司进口的两百 还有私人到乌克兰取回来二十 所以 这样子我都知道 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个笑话 这个不是神的引导 这不是神的引导 那当然 你如果是个基督徒 一个重生的灵的时候 你会非常渴慕神 会非常渴慕神的话 因为神希望我们用心灵敬拜他 神希望我们用他的灵 用他的生命敬拜他 有没有 Amen 所以你一定要跟神说 神啊 让我就常常活在你的里面 你也活在我的里面 耶稣很喜欢跟他的门徒同住 你可以看到耶和福音书 门徒看见他之后 就要跟耶稣同住 耶稣就说你来跟我同住 跟我住在一起 道成肉身的神 这个道成肉身 神 他的一个藏目在人间 是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 享受他的灵 享受他的生命 享受他的话 我再说一次 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神 是他一个藏目 让我们住在他的里面 享受他的灵 享受他的生命 享受他的爱 这个叫做道成肉身 所以你要常常跟神说 神啊 让我真的 几点你写一下 你一定要每天都敞开你的心 要把你的心敞开 你在读经的时候 一定要把心怎样 完全的 完全的 打开 打开你的心 打开你的灵 还有一样 第二样很专注的 看到神的话 看到神的话 而且读神的话 一定要把它读出来 神的话 你一定要读出来 第三样 你一定要顺服神的话 他说什么 你就顺服他 你 而且你要每一句话 都跟神说什么 阿们 你知道吗 而且要用信心去佛出神的话 这有点难 这有点难 用信心佛出神的话 这个礼拜 上个礼拜二 我去参加一个小家 那小家的人 在讲十分之一奉献 你知道 有的有做的 有的没有做的 你知道 这个我想 你真的要经历神的人 才会把十分之一摆上 甚至会摆上更多的 更多的钱 我觉得 我觉得教会不是一直强调奉献 教会不是在做吸金 教会是引导人去认识神 引导人认识神 然后住在神的里面 那所以第一样 我再说一次 你一定要敞开你的心 你一定要有个灵敏的心 就是我的头脑没有异色立场 没有异色立场 我们在读经的时候 对圣经有很多的批判 对圣经超多的批判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你不要这样批判 因为你用灵在读经的时候 用灵在读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你跟神的灵是对应的 你会听到 你跟神的神是对应的 我等一下会讲得更清楚 第二样 你敞开心之后 你一定要跟神的 你一定要顺服神的带领 要顺服他 要顺服他 说每他所说的话 圣经里面所说的话 你都要跟他说什么 要阿们 而且要专注 你如果不专注 有人在读经的时候 会想 马那会想成马门 你知道 有没有人常常读神的话 神的话叫做 马那 有没有常常想到马门 马门就是钱 很多人 没有办法专注的时候 他就会 整个头脑 东飘来 东西飘去 读完了以后 你说你做什么 他好像做功课 以前我们在神学队 好像做功课 赶快读完 应该背了 都把它背了 然后呢 对我有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影响 对我一点生命的影响都没有 神的话绝对不是知识 神的话是什么 是灵 是生命 你知道吗 那是你要专注 而且呢 要用信心 用信心去把神的话活出来 要用信心去见到神的话 而且要把他怎样 活出来 活出来 那么 当你开始在读神的话的时候 我以前跟各位讲过 你一定要很专一 然后在读的时候 读的时候 你有感动的 一定要不断的把这句话 不断的 不断的背下来 不断的背下来 而且不断的用这句话去祷告 我再说一次 当你祷告到一句话的时候 看 读到一句话 这句话很感动 你必须怎样 把它背下来 然后呢 不断的祷告 像前几天呢 我在读阿安福音书 我就看到一个圣经节 我重新又看到这个圣经节 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 你看我读给各位听 我就再一次的去 把这个圣经放在我心中 我觉得神在鼓励我 神在勉励我 他是这样说的 是这样说的 在耶稣撒冷靠近阳门 有一个池子 西伯来话叫做毕斯大 旁边有五个狼子 里面躺着 瞎眼的 且腿的 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 有鼓励在此 有等候水动 水动 因为有天使 暗时下 池子搅动那水 水动的时候 谁先下去 无论害什么病 就得到潜意了 说那个池子就毕斯大 然后天使会来搅动 那个地方的水 有生病的 先下去的就得医治 就得医治 下面一个故事就是这样 他说那个地方有一个人躺了 38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 喜酒就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 病人就回答说 先生 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要去的时候 就要别人比我先下去 你看 这个人 等了38年 他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要睡在这个池子的旁边 然后当水动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这个动力 有没有 还有一样 他说 没有人把我怎样 放在池子里 我要正要下去的时候 别人都比我先下去 他从来没有一个混战到底的心 这38年忽然之间 让我知道 我在1986年 到了2024 大概在天桥牧羊 大概38年到40年 我发现到好像38年 我好像躺在那个池子的旁边 你知道吗 好像病人什么都不动 也就是好像我牧养这个教会38年 我就开始想说 神啊 我需要 我真的需要 需要你的医治 需要你的医治 我重新要再 要动起来 我需要再动起来 我需要再动起来 这是 这是对我自己的一个看见 我一定是说神啊 如果有一个唐祸38年 我真的要借着神的话 跟他说 你痊愈了 你痊愈了 我告诉各位 他这个人可能会怎样 就得到医治 再看第五章 第五章 我读给各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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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只凭着自己 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手做的 只才能做 父手做的只才能做 父手做的只也照样做 父爱子将自己 所做的一切事只给他 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只给他 也就是 父能做的只才能做 耶稣所做的我才能 我才能怎样 我才能做 耶稣没有做的我就怎样 我就不能做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 所以我每时每刻 如果我在读经的时候 我都会去回应 我都会想一下 今天圣经跟我说的话 有没有 有没有在叫我更新变化 有没有叫我 每天都在做突破的工作 有没有 我感动的时候 我就跟神说 神啊你能做的 我都能 我都怎样 我都能做 你知道 你要叫我做的 我都要怎样 我都要去做 神啊你叫我要 摆上我就怎样 牵手就摆上 神啊你要 我过慈爱的生活 神爱之长阔高深的 我必须怎样 对很多人都怎样 常阔高深 你知道 我就必须要常常 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 把那个神的话活出来 你如果没有活出来的时候 你没有用心心活出来 你没有办法 让那个神的话 以后 成为恩高高断你心 我再告诉你 神的话要成为恩高 成为一种能力 成为一种动力 在你的心中 今天基督徒很可怜 你知道吗 他所想的都是世界的事 你知道吗 很多人想的都是一些 世上的事 然后我们所求的 主啊 祝我的教会 让我的教会长大 让我的教会 2400人 让我的教会 每年奉献超过1亿 你知道吗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跟神所求的 都是属世的东西 我们从来没有跟神说 神啊 让我的弟兄姊妹 是变成一个 属妇女的百姓 他们都是灵命更新 他们喜欢读经 他们祷告 他们每天都 因为被圣灵带领 然后走在圣灵的道路上面 然后他们可以荣耀你的圣名 而且更奇妙的是 神啊 让这些孩子每天都 因你读你的话 顺服你的话 让他们都知道 你每天在向他们说话 我告诉你 我现在再讲简单一点 讲简单一点 神说 我读圣经给你听 主啊 求祢将两事给我们 生命的两事给我们 意思说我就是生命的两 信我的人 必定怎样 不饿 而且怎样 信我的人永远不可 我是生命的两 他生命的两 就是他的话 就是什么 生命的两 当你有他的话 已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会不会感觉到平安跟喜乐 你会不会感受到那种 神的话已在里面 让你得他饱足 让你不会跌倒 让你不会做坏事 让你在走到人生道路上 臭子的时候 会不会一直在他话得到鼓励 所以耶稣一直说 我的肉是可吃的 我的血是可喝的 你如果没有吃他 没有喝他 他的生命没有在你里面 造成你生命的严肃的时候 你再怎么样 都填不到他的声音 我再说一次 你如果 你如果没有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你如果没有每天把它吃到你的里面 你生命中没有他的严肃 你绝对没有办法听到他的声音 所以很多人活在这个世上 很多人活在这个世上 都被教导 有个神秘的感觉 就是你常在安静 常在安静 神会跟你说话 但是你如果从来没有认识 读过他的话 没有听 把他的话说出来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跟你说话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呢 你应该要常常跟神说 神啊 让我每天都读你的话 而且呢 把你的话背在我的里面 有一次耶稣告诉门徒说 当我离开的时候 当你们遇到破坏的时候 我的灵在你的里面 对不对 指示你我所说的话 指示你们我所 曾经向你们所说的话 我不知道各位 你今天有没有每天一大早起床 就会读经 把他吃到你的生命里面 神的话成为你生命的元素 最重要的元素 你知道吗 肉体是无益的 肉体是无益的 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圣经 我忽然之间有很大的觉悟 我看到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 走在一条绝对错误的道路 神的话绝对不是知识 我再说一次 神的话绝对不是知识 你如果把它当作知识去读的时候 他绝对没有帮 没有办法帮助你 走在一条属灵的道路上面 虽然他跟提摩泰这样想过 神的话在读者教训 写好都有益处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但是你如果没有神的话成为灵 成为你的生命 你没有办法真的常常会想到他的话 而且他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是听不清楚的 我再说一次 他常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是听不清楚的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的意识观念都很固定 活得越久 年纪越大 要破碎更难 有没有 来 每天喜欢吃面包 喜欢吃米的人像亚洲 很爱吃米的人像亚洲 不然你都吃什么 你看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很固定 我们是这样有没有固定 然后你会发现到教会的里面 很多人看到的人就喜欢批判 有没有 这有没有固定 他一天来教会没有批判人 好像没有来过教会 以前我在旧天桥教会以前 一个长老看到我都一大早来 就开始骂我一大堆 骂完了之后开始敬拜 敬拜完了以后 把我的讲道要批评一次这样 你敢听吗 你有多怕吗 我看到他 他从那边来 我就从这边走 我永远跟他没有办法碰到面 他说我很怕他 当然我很怕他 你知道吗 但我很怕他 很多人来到教会 把那个负面的信息都会给人 很多人来到教会 也许他会听到神的声音 可是他给人都很负面 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一个教会的姊妹 就问他祷告 他说 他看到魔鬼在被祷告这个人身上 这边有一只蛇 这边有一只蛇 两只蛇盘绕着他 我那个姊妹大哭啊 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说 他祷告之后 他看你十二条蛇盘着他 我说 那人都在怕 你跟我说我 你听到没有 我告诉你 听到这种话你就不要说 那是魔鬼说的 不是神说的 是说鬼话 不是说人话 有没有很多人 喜欢借着一眼来恐恶人 有没有 我看到信主后面有三只箭 有三个仇人想杀你 他干什么 我也知道 我讲个小话 我讲个 有一次林征修文姊妹 然后忽然之间 在九天桥 也没有敲门就跑进来 林征修文姊妹 你们大概知道 带着陈宗伟牧师 带着葡萄园 教会进到台湾的那个姊妹 你知道吗 那进来的时候 我就跟林姊妹说 林姊妹 你只要跑来 你的丑人追杀到天桥 在你的后面一直追你 他跟他说问我什么人 我说什么名 你怎么知道 他在这边做什么 我问你一下 他本来就知道 我现在跟他讲了以后 只是让他更知道而已 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 所以我就开始想一些问题 其实每个人听到神的话 是要我们更有力量 更积极 更有战斗力 更有信心 然后呢 生命更好 更美 更有影响力 对不对 是这样 还是说 我听到了神的话 告诉我说 头前不要走 你知道吗 头前有危险 我想 你如果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保罗不是有一次 到了一个非利 传福音的人家吗 有没有 他家有七个女儿 都是处女 都说做先知的 做先知的 还有一个叫雅加布 有没有 雅加布就拿了一条皮带 就绑起来 就把保罗绑起来说 这个皮带的主人 如果见到耶路撒冷 就被捆绑 有没有 请问一下保罗听到这个事 有没有害怕 没有 他反而向哪里走 向耶路撒冷走 为什么 因为有更高的旨意 所以我告诉各位 你不要常常 去看上去 你要上去找我 就好 你听我 真的 你们如果要 让他收一点 就找我就好了 我给他拔两个 你就带一下 你知道吗 因为就是不清楚 常常每天都 心中充满的惧发 没有安全感 你不知道你是神的儿 你是神的宝贝 你只要每天读经 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 你希望的时候 神就会告诉你 你要 怎么样的得到勇敢 你只要得到信心 你只要得到那种 被摁高的心 充满的灵敏 充满的能力 充满向前走的 每一个步伐都 充满向前走的权柄 你相信吗 我们就是会怕 所以这也怕 这也怕 以前我在看 有一颗五分钟 你们听到那个广告 这疼那疼疼 五分钟 这就怎么 都没疼 这很可怕 我觉得基督徒 真的好可怕 我们都很软弱 其实神的话 是叫你刚强 神的话叫你刚强 我现在讲几个例子 我等一下会讲说 神到底怎么要跟你说话 戒指怎么方法跟你说话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你必须要读祂的话 把它放在你心中 因为你有吃了祂的话 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祂的元素 然后祂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听得懂 你知道吗 请问阿恒 你回家的时候 你太太在叫你 你知道是你太太吗 他说这是什么人 我怎么怪 因为你天天跟他见面 对不对 有没有跟他睡在一起 你看我这是在收益 你知道吗 你看看 这个叫做灵饼 你知道吗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不对 来 你看 我早上讲过了 你每天都在读祂的话 你在认识祂的话 而其他话已经成为你的灵 成为你的生命 已经成为你生命的元素 你有没有看到一点 当祂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是很清楚 是祂在跟你说话 而不是只是一种感动 而不是一种感动 而不是一种感动 所以 所谓阿华的隐秘的事 我们很难了解 但是 在哥林多 我读给各位听一下 你一定要去 读神话 然后每天勤读祂的话 我今天早上勉励一个姊妹 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 离开了过世 那夫人之间 她的夫家 要她离开 到外面是住房子 很奇妙 她这个夫家是基督徒 然后要把这个媳妇请出去 那你就割罢 结果她以前都不信主 结果她被赶出来以后 才信主 你会感觉到很奇妙 被赶出来的时候有什么未来 听说明你有没有发现到 一点未来都没有 她忧虑着租房子 要一万块 赚的才两万多块 三万块 再来的都没了 有没有 怎么样去过火 其实你就不要怕 我发现到 你如果是神的儿女 你就要先告诉说 我什么都不怕 我什么都不怕 我读一个圣经 给各位听一下 你看看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除了上帝的人 除了上帝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 如果不是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像这样除了上帝的人 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 所以你必须要有上帝的灵 就是神的话 是灵事生命在你里面 你才能够知道上帝的事 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界上的灵 乃是从神来的灵 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 乃是从哪里来的灵 是从神来的灵 叫我能够知道上帝开恩 是给我们的事 并且我们讲这些事 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 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 将属灵的话解释什么 属灵的事 属灵的 属血去的人 不会领属上帝的 不会领会上帝的事 反倒以为已走 唯有属灵的人 才能够看透万事 你真的不断的在读经 你知道 不断的把你的圣经打开 你不断的读它 你跟神说 神啊 记着圣经你天天向我说话 向我启示 我愿意把你的话活出来 所以我今天早上鼓励那个姊妹说 你不要看不起你事情 我常常鼓励一些兄弟姊妹就是要跪下来祷告 让神开始用你 在屏东有一个姊妹 一个寡妇 一个寡妇 她的先生过世之后剩下她一个人 你知道吗 然后忽然之间她被呼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然后她建造一个祷告屋 天天在为人家祷告 你知道有多少人到那边去祷告 你知道她过的生活有多丰富 你敢评我 你在说什么 有人有一次 维钞 你们大概也知道维钞 维钞就是那个 孤雁汉牧师的太太 她说要去让她祷告 我就开着车 还有一个网酒会老师 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去让她祷告 祷告完了 我们真的很得着 你知道吗 我们要不要摆上礼物 你们敢听有 对了 所以你们也让我祷告的时候 要不要摆上礼物 这个是宗教 这觉得不是神话 我就一直看到说 其实在台北一个姊妹更厉害 她天天吃花酒 然后在世界里玩 她是个基督徒 有一天晚上 她忽然心中想说我要读个圣经 结果她打开圣经的时候 那个圣经这样说 死人啊 你要活起来 死人你要活起来 这吓死了 她开始说 我的心要活起来 她天天祷告 一天祷告八个小时 神开始跟她说话 这个人 王金平让她祷告过 李登辉找过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台北盖了一个教会 土地五百平 盖了八层楼 在台南盖一个教会 在台南盖一个教会 很大的一个教会 在东区叫做荣光教会 你知道吗 在台中现在还要盖一个教会 有没有读神学院 没有 就是祷告 就是读经 就是服侍神 所以我一直感受到 今天当你是一个神的儿女的时候 你有没有相信神 你是很珍贵的 不管你过去有没有读过神学院 你是应该被鼓励起来 我开始服侍神 神就会让我过一种很丰盛的生活 神就会让我过很丰盛的生活 你有阿妹吗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们教会过去有一个阮姐 她的儿子现在在安平良堂 就是她的儿子在那边 那么呢 阮姐 她是一个牧师的女儿 她的爸爸叫做阮牧师 活到一百多岁 她的老板有百多岁 把牧师的学生 你知道她在服侍神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一服侍下来 又没有很丰富 她变得非常的丰盛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神跟她同在 为什么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我等一下会挤很多例子 神为什么跟你说话 因为你是她的儿女 你爱她 再把这些写下 你真的爱她 你真的渴慕她 你知道吗 你渴慕那个做父亲的 每天都拥抱你 爱你 当你想读她的话的时候 就希望她 她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能够遵守 她所说的每一句话 你都能够把它播出来 而且呢 你能够把那个 生命感动的力量 放在你心中 而且抓住神 就把她感动的力量做出来 我现在讲几个例子 其实神在跟我们说话 你如果没有常常读她的话 我刚才讲的 你没有她的DNA 你只有祷告 她不会跟你说话 你没有活在荣耀光中 活在平安喜乐 没有活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的里面 她不会跟你说话 因为她怕你乱讲 你知道吗 也叫你乱说 你也乱做 所以很多有恩赐的人 我们会惧怕 大部分我这样讲 你不要奇怪 很多人这里有点秀动 就有忧郁 或是有一些饭厅 或有一些自我 这些人常常一直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一直渴慕神跟他说话 而且他会借着神说话 有没有恐怖 教会就在这种情况之中 你看不到教会有美好的生命 你懂吗 所以我开始跟各位再一次的说 你一定要过正常基督徒的生活 只所做的你都能做 而且只所要 只是你做的比现在做的事要更大 而且你必须要把它 他像你所说的话 你都要把它活出来 而且用信心的宪告出来 也许你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是你相信说 在圣灵里面你要得到基业 而且圣灵得基业 圣灵是印记 而且你会得丰盛的基业 你要不要宪告说 神啊在我圣灵里面 我有丰盛的什么 我有丰盛的基业 那什么时候神给我 我不在乎 因为我知道我活着的时候 神会给我什么丰盛的基业 有没有 OK 那我现在 让各位有个概念之后 我开始讲一些 讲一些经历 让你知道一下 神最主要的是 通过你读经的时候 你把圣灵活出来 而且他会跟你说话 他说的话 你会很清晰知道 这是他 我再说一次 这是师母 那也许 有一个朋友 过去很好 经过了二三十年 都不见了 可是他一打电话的时候 你还是会怎样 还是会记住他 你知道吗 何况是我们的天父 你每天在读他的话 说他的话 说他的话 你会不会很容易 就记住他的话 在你的里面 会不会 OK 我提醒各位 当然 读神的话 神会用着话 跟你说话 用他的话跟你说话 而且我在说 也应该读他的话 你在说他的话 那个话变成有创造力 把它写一下 那个创造力是很可怕的 一个创造力 说有就怎样 说没有就怎样 说生就怎样 说死就怎样 就死 所以你每天都要跟神说 神啊 让我每天都活在你的话语里面 我讲会讲 很喜欢讲笑话 可是讲生识事情的时候 我都很严肃 平常我是不太说话 因为没人会来跟我说话 我关在五楼 你知道吗 但是我真的在讲真实话语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严肃地面对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一切 但是我也知道神在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怎么去表达 这个很重要 去表达这个很重要 等一下我会说 所以呢 一个会读神话的 而且会说神话的人 读神的话 说神话的人 把神话说出来的人 这种人 是最大被祝福的人 我再读个圣经给各位听一下 读个圣经给各位听 有一天呢 我读到了马可文书第二章 第一章 他说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 然後 约翰进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西门的夜母正害热病躺着 就有人告诉耶稣 耶稣 进前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热就退了 他就服侍他们 我再读一次 耶稣 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 约翰 进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 西门的夜母正害热病 然后躺着 就有人告诉耶稣说 耶稣 告诉耶稣 耶稣进前来 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扶他起来 他热就怎样 就退了 那你知道 我读了这个圣经之后 我在读 我就感动说神啊 有一天如果有人生病 那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就扶着他 扶着他的手 然后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他病都得到医治了 我再读一次 我就跟耶稣说 耶稣啊 有一天我看到病人 我就扶他起来 拉着他的手 他就得到医治了 你会 你敢这样做吗 这个叫做什么 因为 这个叫做 你要把神的话怎样 活出来 有一次有个姊妹 叫蒋云 大概很多人认识他 他很爱我 又是我的仇人 这个姊妹很好玩 然后呢有一天告诉我说 牧师有一个师医院在市立医院 然后他心脏病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严重 他要我去为他祷告 他真的带我去到他的面前 我看那个师医院 那心脏病也严重 我就怎样 牵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我说你得医治了 一双好气一双变起来 你相信吗 你就做看看 你就大胆的怎样 有感动 你就做一下看看 我再说一个故事 有一个叫做丹共义 成功义 他名字很好 我在共义 有一次在新闻医院住院 然后呢 掉点滴 掉了非常多的点滴 那我过去的时候 他已经咽咽一息 那我看见他 躺在床部上 我就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然后我还没有说你得医治 他就自己宣告 我已经得医治 然后就说他好了 就退院了 活到今天还活着 你要不要常常宣告 那种信心的能力在你的生命 这是一种创造力 所以耶稣说 天父的生意一到 死人都要复活 有没有 他的生意一到死人都要复活 在服务里面的人 听到他的生意都要怎样 都要复活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常常读经的时候 把神的话语 发出来的时候 很多心灵死的人 遇到你就怎样 就活过来了 你不要人家看到你 你不要人家看到你 然后就死了 你本来没死 看到你怎么怕死 有一次神哥 这个我告诉你 你读经就是要充满那种 那种信心 你知道 我再举个例子 有一次神哥 我再举个例子 有一次神哥 这种读经的力量 在你的里面 不然的话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去面对 你没有办法去面对 那些软肉的人 所以我告诉各位 你如果遇到软肉的人 而且你自己都软肉 你会越来越怎样 越软肉 你知道 你进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整个能量 都要产生出来 前几天 我跟我们小家开了一个玩笑 姨父你还记得 我开了一个玩笑 我就说 嘿 你们把手拿出来 因为我在最近在看那个 看一些戏目的时候 都看到广告 说这个左手 这个食指比 这次是无名子 比食指长的人 都会很命苦 但是他是善心的 他有很好的心 但是下面那个我没有讲 你知道 下面那个就是奥秘 现在跟你说没问题 这传统上 这是传统的看见 这种的人 都是很好的 下面的地方我没有讲 结果你知道 他们所有的人生出来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这一次 比这一次怎样 长 我就跟他讲说 因为在这个圣灵的里面 大家这一次 这一次会比这只长 你回家之后 这一只就会比这一只长 有一个姊妹回到家之后 就发现到这一只比这一只长 你听懂我在 你有没有那种圣灵的能力 让进到哪里的时候 那一种正面的能力 那种创造的能力 那一种被祝福的能力就出来 而且你把它收出来 因为神已经在你的里面 他已经跟你说了 他已经跟你说 你就把它收出来 我再说一次 你是不是神的儿女 你有没有Amen 你是不是神的儿女 有没有Amen 你在说话的时候 有没有像我们的天物 那么有钱品 像耶稣一样那么有钱品 你就常常读他的话 然后说他的话 而且相信到哪里 他的话自然就会发出来 再来一点 我相信神的话 会有时候在心中向你感动 但是你要注意 我想告诉各位 逃避的人永远是逃避 我去看一个弟兄 他一直没有办法出来 做一个好传道 我说你应该出来的 他说神要我安静 要我享受他 实话未到 然后十年前我看到他 他还在享受神 虽然后我看到他说 我就告诉他 你应该出来为神工作 他说神还没有叫我出来 你有没有听到吗 他起的死你知道 对对 鼓励他说 你应该出来为神工作 他说神还没有告诉他 我就说神已经告诉我 告诉你说要出来工作 他说神还没有告诉他 那结果到现在他还在做什么 还在家里 已经快四十年了 还好他太太会赚钱 不然会不会饿死 我想告诉各位 很多软弱的人 很多软弱的人 都会说软弱的话 而且会说天语 天语你知道 黑白公 就是黑白公 黑白公的人 你会觉得他到底说啥 你不知道 今天教会 就是太多说天语的人 你知道吗 像有一次 有一个子妹在在Facebook上面 就表达说 两个台风来了 然后他忽然之间 他灵就飞到那个台风眼里面 就奉耶稣先到台风 离开 结果有两个 两个台风就怎样 就离开了 那有厉害吗 比阿蘇更厉害吗 我发现到这些人都是 有点袖头 所以我一直相信说 你心中的感动 有时候你要注意 但是有时候是真的 有时候是真的 第二样 神有时候在你 你因为认识祂的话 而且祂会借着祂的话 写在墙壁上 让你可以看到 看得一清二楚 写在墙壁上 写在人的身上 让你看得一清二楚 你不知道我说什么 但是你要表达的时候 一定要很正常的表达 你知道吗 有一次有一个子妹来 跟我說他想去南台教书 他已经申请了 可能会过 因为那里面都是他的亲戚 你知道吗 我就忽然之间 他要为他祷告 能够到南台教书 可是我祷告完了以后 我就发现到神 跟我說五天台大 你敢说 我说在五天之后 你就会借到台大的聘请 我说有没有行情 我说你没有聘请 你没有申请 但是台大知道你回来 因为你是台大的 过去台大的学生 是从伯克里回来的 他们都知道 所以你很快就会接到什么 很快接到他们聘请你的聘书 他吓了一跳 结果很奇妙的 他真的接到了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 很多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 你如果没有勤读神的话 他再写给你看 你也看不懂 你敢知道我说什么 我最喜欢用 我们教会那个 我常常会讲到一个姊妹来看我 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 我说 你若交这些男朋友 交三十八个 你知道 他吓了一跳 他大叫他 转到他出 我说你回来 带我给我看 带三十八个名 他头都来不及 你知道吗 我年轻 如果现在我就不会这样讲 你知道吗 我就会好好的跟他讲说 神要爱你 你要开始过正常的生活 但是我年轻没有办法 我就会喜欢把那个恩事就表达 还有一样 我相信神会借着人跟我们说话 借着人跟我们说话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你要小心 假如你不喜欢听的话 你也要喜欢听 假如你喜欢听的话 你也要怎样 要小心听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走投无路 你真的要跟神说 神啊我真的走投无路 求你叫人家帮助我 叫人家帮助我 有一个弟兄在股票世界里面混 然后他教一个从来没有赚过钱的 玩股票的人叫他股票 这样就奇怪了 那有很奇怪 有一天我就跟他祷告说 你应该去找一个会股票的人 叫你股票才对吧 我跟他讲这句话之后 他还在显悟过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个人 就不会什么 不会股票从那边没有赚过钱 然后就教人家玩股票 结果这个弟兄输得一亿多 你有可怕吗 他还都从来 你要跟他讲不要再玩了 他还在继续怎样 继续在玩 神就告诉我 要我告诉他说 你一定要去找一个 赚过钱的人帮助你 要赚过钱的怎样帮助你 今天也是一样 很多人很热心的在开拓教会 你知道吗 很多人很热心的开拓教会 任一跟我讲说 他八月份的时候 去参加一个什么 开拓教会的训练 有没有 十月份 十月份 对对对 那个教会人就打电话来 问我 问我不是临人疑这样 我说我认识 他说他是你的谁 我跟他讲说 他是我们教会优秀的牧师 你这样对 我没有说他是我的儿子 他就问我 差不多四十个问题 问四十个问题 四十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他有没有 他是不是一个好牧师 我爱他说什么 好 他有没有每天独经祷告 我爱他说什么 有吗 我不知道 他家庭生活快不快乐 我要说什么 他作息有没有正常 问了四十个问题 从来没有问过说 他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有没有对开拓教会有负担 他有没有能力可以负担 都没有问这个问题 我就问他说 你牧师开拓过教会吗 他跟我说没有 没有 你怎么可以教人家开拓教会 你知道吗 他问我是谁 你打电话来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我是谁呢 你怎么听我说什么 他已经打电话 你说他没听到我的名字 还好 你知道吗 我说你告诉你牧师 我叫做什么名字 我就发现很多人都在忙瞎 忙做 今天为什么这样 因为他从来没有好好的读经 比如开拓教会 要有一个原则 就是跪下来祷告 前几天我在告诉一个牧师 你要开拓教会 这一个原则 跪下来祷告 你的王 你的行 你如果 你管顶的神明 不可以负拓 你金木头 不可以负拓教会 你敢听我的说 你一个管顶 不可以负拓 不可以负拓 你就不要开拓教会 你听懂 因为没有神机 其实跟你同在 你开拓教会干什么 那些人吓了一跳 来的一次之后 再没有来过 不敢再来南海 你听懂我在说什么 因为我知道 其实你读经之后 你就知道 开拓教会 开拓教会的原则 像今天有一个 有一个七十几岁的 一个博士 一个医学博士 跟我说 牧师我要去开拓教会 我不敢叫他来南海 因为七十几岁的 意识形态都固定 你知道吗 他一直问我 我要去哪个教会 开拓教会 我都不敢叫他来南海 你知道吗 我相信他已经很固定了 他想法已经很固定 而且他说 他是四八打教会 出来的 那更恐怖 你知道吗 我们教会是自由教会 不是那种十八打教会 所以他今天又告诉我说 有人要请他去哪一个教会 开拓教会 问我什么意思 我就跟他讲说 你要多祷告 多听神的声音 神已经在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了 你听懂吗 已经告诉我们 你一定要祷告 对不对 你要神迹其事 你说的话 每一句话都让人家感动 OK 再来呢 我也希望 神怎么样跟你说话 不是只有借着人跟你说话 神也会借着 恶劣的环境 还是好的环境 跟你说话 我想 有时候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我知道神都会借着一些环境 跟我说话 有一次 我盖了岛瓜山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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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5号盖好 那7月8号 那里有聚会 我开着车子要到嘉莉莉 然后 发现到有一个姊妹 乘得要去弄那些环境 脑僵在肚子 人家这样 要死 你知道吗 没有死 你知道吗 结果我们都会怎样 我就知道 我这只气 必死无影 我上去的时候 那个当家的 嘉莉当家的 就跟我说 你没有来 我这不需要你 我这当初听门 他说 我们当初的 我已经没有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 我也就安静 我不会埋怨 我也不会求 我不会上告上帝 你知道吗 我不会控告他 我觉得怎样 我被释放 我自由了 因为我不需要 不需要再为那个地方 有所任何的负担 你知道吗 你敢听吗 对 我只是开头 我不是要做结束的工作 所以你有没有环境 会跟你说话 再几个例子 再几个例子 有一次 我要去一个教会帮忙 即使圣灵有些感动 我在我的里面说 你再去帮忙那个教会 那个教会也活不起来 当我要看到那个教会的时候 就有一只蛇跑出来 忽然跑出来 你会怕死的 我就知道 神不要我去 但是我还是怎样 为了信使我还是去 但是我帮不了忙 神会借着环境跟你说话 所以你在生活环境的当中 常常遇到一些好事坏事 都会让你想到说 我怎样的在 我怎样的知道神在跟我说话 你知道吗 还有一样 我再说一次 神在跟你说话的时候 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的奇妙 这种奇妙就是你没有办法挡住的 他开始的时候会 从你心中跟你说话 或是有时候同时 用耳朵跟你说话 你再听不懂 你知道吗 他就会用凡间跟你说话 你知道吗 有一次我在打高尔夫球 那时候我狂的喜欢打高尔夫球 打高尔夫球 打高尔夫球 有点雷同 我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声音告诉我说 等一下要接电话 那个已经有手机了 我没有听清楚 忽然之间 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 小孩听到我前 电话卡的一定要接 我们打球的时候 常不接电话 再来呢 我也觉得怪怪的 那今天神 怎么会被我在打球 跟我讲这个话的 结果我拿起球盘来 怎么打都打不到球 那有趣吗 而且我那个 手机响了 我就跑去接电话 高雄中会 打电话来 高尔夫球的时候 林牧师 我们高雄中会 要办一个特会 办一个博特会 要请你来 支持这个博特会 你如果不来 我要请高尔夫球 他来 我随时跟他说 我随时答应好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发现到 我已经冥望 在步道上 已经胜过高敬明牧师 这个叫骄傲 所以你每天都要跟神 我再说一次 你要不要跟神同行 跟神同住 跟他同佛 要做什么事的时候 要不要想到说 主啊 因为我做这个事 荣耀你的名 让我在跟人家说话的时候 我要怎样 荣耀你的名 对不对 有一天 我再讲一个故事 有一天 我们教会 开始卖一些东西 在一楼 文创在卖东西 有人跟我说 圣殿不可以做生意 因为耶稣曾经到圣殿里面 推翻的那些 那些卖鸽子的 换银钱的 有没有 我发现到 我们好像 神告诉我的不是这样 当时候的人 从很远远的 从很远远的 巴比伦回来的时候 从国外 罗马 罗马 沙利亚回来的时候 他们要到圣殿的时候 要换优待币 要不要换 他们要献鸽子的时候 要不要买鸽子 但问题的点子在这里 我就发现到 有时候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你没有去抓住那个神的药 中意的时候 你会歪去 其实耶稣说 这是我祷告的店 来买鸽子献祭的人 换钱币奉献的人 心都在鸽子 心都在换币 没有人把心归给我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请问各位一下 请问各位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些教会真的很麻烦 在那边卖东西的 在外面招待的 他常常没有把心归给神 都归给什么 归给他做的工作 有没有 不然跟那些人说 10点20一定赶快去敬拜 你知道吗 对 这些人常常会忙碌到忘记 忘记把心归给神 所以我开始提醒自己 我做一个牧者 我开始一直在提醒自己 我怎样的每天 以耶稣同行 以耶稣同行 以耶稣同活 以耶稣同住 你要给他同住 住在他话语里面 让你每天都读他的话 让他的话就住在你心中 他的话成为恩高 高在你心中 你要不要每天 以他同行 要不要 你每 然后 在走路的时候 在开车的时候 要不要跟神说 你与我同行 然后呢 你 你同住之后 同行 再来呢 你要不要与他同活 跟他活在一起 然后 你说话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着耶稣在说 你跟耶稣怎样 耶稣说 我的话是灵 是生命 你每 常跟你讲话的时候 那个话是灵 是生命 要不要讲出来 会不会让人感动 你说话的时候 会不会带给很多人的 带给很多人的恩典跟祝福 所以你会发现到 一个基督徒 你注意 他如果肉体很强 肉体很强 魂很强 神的话 绝对不是 神的话 绝对不是感情 神的话 绝对不是意志 神的话 也 情 意 就是 智 神的话 绝对不是感情 也不是任何你的意念 也不是任何你的意志 神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灵 祂是生命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肉体 活在的 活在的 活着的人 他真的没有办法 与神同住 同行 同伙 同说 你可以看到他常说的话 都是很情绪化的话 或者很多埋怨的话 很多 听起来真的 让你很受不了的话 你知道吗 有没有 对不对 我看到一个牧师 我看到一个牧师 最近我想到这个牧师 他年轻的时候 教会三十个人 他老的时候 过世的时候 他教会几个人 也三十个人 那么有一天 我去听他讲到 他从头到尾 都在骂兄弟姊妹 骂你们都有罪 怎么可以讲罪 讲三十年讲不完 你有没有 都看不到恩典 所以我在他的身上 看不到恩典 看不到丰富 也看不到祝福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很多人都想 弃除肉体的罪 其实不是这样的 而是你必须要 从你的灵开始建造 神的话是灵 是生命 你常常读他 说他 他就会高在你心中 任何时刻 他就会跟你说话 有没有 我再讲一个事 因为我常常在读经 每天在跟他说话 有一次我在 在 从台南到 乌来去讲道 乌来讲完道之后 我必须到苗栗去讲道 苗栗讲完道之后 我必须到原住民的地方去讲道 原住民讲完道之后 需要回到哪里 苗栗去讲道 完了以后 我又需要回到哪里 乌来去讲道 这样没用 以前我在跑讲道 你知道吗 因为我喜欢讲道 没有讲道 我没有生活会 开拓教会的时候 我两年没有领过薪水 我必须自己去赚钱 你知道吗 很可怜 我为肉体在打拼 为着生活在打拼 但是我在开车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信念自己 都活在神的里面 有一个吴文聪牧师 以前叫做长老 我坐在我旁边 我就跟他吴文聪长老说 神告诉我说 前面有一个警察 我们要开慢一点 他真的搞 他说要抓一个 我说在两公里之后 又有一个 他真的还有一个 他说你还可以 我告诉他说 神告诉我说 因为我们现在赚的不多 划款三千块 你知道吗 还是开慢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到 其实在你危险的时候 神会不会保护看顾你 所以你一定要 行在他的道路 先要借着神的话 捷径自己 那圣化自己 转化自己 把自己都完全的 进到神的里面 你知道吗 你不要常常去 跟人给你基督 我再讲一个故事 教会过去有一个弟兄 他得到肝癌 然后他偷偷跑去台北去算命 算完命之后 回来 就问我说 牧师 我想问你一件事 你看我这样能够活到几岁 那时候他六十岁 我跟他讲说 你可以活到七十二岁 我跟他讲说 我跟他说 你活到七十二岁 他很高兴 他忽然跟他说 我这星期 整个星期 他跟他说 我活到七十二 跟你说的一样 我花两万 我说这两万 我就好了 你知道吗 我发现到 很多人没有安全感 很多人需要有人帮助你 其实最重要的帮助 神的话已经活在你里面 他要引导你 他要看顾你 他要恩待你 你知道吗 他要带你向前走 你就凭着信心 把他的话活在人间 把你完全转化 你这个人完全转化 转化到哪里 转化到神的里面 神自然每天都会借着 他的话跟你说话 中恶的时候 他就亲自跟你说话 我再几个例 我再几个例 有一次我去打球 藍宝去打球 回来的时候 我开了一辆车子 我本来都是在 永康那个地方就下来 因为那时候我在西门教会 从永康下来 就回到西门教会 可是那一天不是 神告诉我要开到 新楼医院 我说要干什么 他说你到的就知道了 结果我到了 新楼医院 院长那个时候 也是正院长 看到我抱着我 你没想到你基督 你也在这边来多好 神告诉我一定要过去 过去之后 他告诉我说 有个姊妹喝了巴拉瓜 巴拉瓜 你知道吗 那种毒药 那种轻抚性的 那个毒药 荣药 喝下去 你知道吗 他需要祷告 结果为那个姊妹祷告 他真的活起来 他真的活起来 你看 为什么他会自杀 因为他的男友 跟他在嘉义买了一个别墅 结果有一天他没有告诉他男友 他就跑去 他发现他的男友 又有一个女朋友 你知道吗 结果他回来就喝巴拉瓜 自杀 如果你的男友 又有女友 你应该欢喜快乐 那就是不是你的 你不要喝巴拉瓜 你应该喝可乐 你应该欢喜快乐 对不对 想法观念不一样 你知道吗 所以弟兄姊妹妹 你听到这里的时候 你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你只要勤读神的话 说神的话 神会跟你说话 而且你勤读神的话 祷告神的话 说神的话的时候 那个神的话语的创造力 执行力 生命力 恩高力 就在你说话的 说话的沙拉 已经产生了 有没有 所以 你们听我说什么 有没有很简单 好来 你不要说那种 我死了 我走不路 我变得要害 有时候你说死了 都英文不死 都在死的边缘 我们家就有一个人这样 26岁就告诉我说 憑我 这在死了 他说不定没说出来 我用这个 我用这个 我用这个死了 你不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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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死的边缘 他也死不了 有没有恐怕 再死也去 再死也去 再有更多 你知道吗 所以 你会不会每天都讲 那些很积极 正面的话 我这有传道的人 有人让我祷告 我绝对不会跟他讲说 你身上有很多捆绑 你身上有多少魔鬼 你身上有多少咒诅 我绝对不会讲这种话 因为我们就在解决问题的人 不要再把问题丢给那个兄弟姊妹 你敢听我说什么 他来得很辛苦 你跟他说他有很多咒诅 你有很多罪 你有很多罪 你有很多软件 他本来是很多软件 就是需要你给他 给他一个问题 你不是跟他说他的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神要你怎样 解决问题 你不是说出人的问题 耶稣有没有 耶稣有没有每次都解决你的问题 有没有 而且带给人的永生 求神帮助我们 我希望你听到这一堂课之后 你在做小家 在做这一台 你会更有能力 晚上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觉得有帮助 请你举手一下 我看看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的人 请你举手一下 那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 请你举手 你从走到尾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 请你举手一下 留下来我跟你 叫爱人跟你补一下课 你知道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 这真的很重要 安静一下好不好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你把你的心安静一下 OK 你跟我 你跟我祷告几句话好不好 耶稣啊 我侵徒你的话 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当我侵徒的时候 这个话就会高在我心中 我每天在生活 我每天在生活 你就会让我常常想起你所说的话 让你的话 成为我的光 成为我的灯 引导我向前走 而且每天都 向我说话 我相信应正你的话 我活出信心 活出荣耀 活出能力 活出前柄 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所以我每天 要前途你的话 听你的话 以至于你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可以清楚的知道 这是你的话 主 主啊 求你每天 对我说话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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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下个礼拜 再会讲得更清楚 然后有给各位一个操练的时间 因为这个没有操练 你没有办法 你真的没有 我再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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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啊 我在读经的时候 我在读经的时候 忽然之间 圣明一直感动我 感动我 那个时候 长老会一直在骂我异端 骂我异端 那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过 但是不能让我想到说 长老会是个隔离啊 我是大卫 我只有一个什么 他有战甲 而且他长得要有高大 神就告诉我一件事 就说不要怕 唯独依靠我的领方能成事 有五个石头 已经够了 你知道吗 对 我就开始 我安定我的心 我就向前走 我不再软弱 我不再怕隔离啊 因为他不堪圣灵一击 有没有 对 每次读到圣经的时候 神就这样告诉我 我就怎样非常的健壮 你知道 我不再埋咽 不再批判他们 我就过我的 他们过他们的 他们怎么骂我 他们不骂的时候 我反而很奇怪 为什么最近没有骂我 你听懂吗 因为被骂的人 常常有一种习惯性 耶稣不是说 为一被逼迫的人有福了吗 我常常会安慰自己 我是为一被逼迫的那一个 我就很自我满足在神的话语的里面 你知道 那结果这个教会 就慢慢的长大 你知道吗 神迹奇事不断 那教会 就看到神的云彩 带领我们向前走 所以弟兄姊妹 我再鼓励各位 不要看你现在软弱无力 不要跟神说 神啊 我微小 我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影响力 我没有前世 也没有地位 但是因着你 因着你 我要成为 一个充满影响力的人 我最后讲一个简直 我最近要卖一本书 叫做 祷告的书 有没有 要买的时候 那个 哪个地方 书店 那个 中华东路那一家 叫什么 乙龄书 我跟他买 买来 卖给各位 没有赚钱 他卖一本 给我是250 我卖给各位是 自由奉献 自由奉献 是比买的 你听吗 你听 我跟你开玩笑 那他讲一个故事 他说他的 这个作者是怎样 他的业父 希望他去牧养一个教会 他只有高中毕业 只有高中毕业 太太也没有读过升学 只有高中毕业 然后他就去接 接这个教会 第一天去的时候 只有八个人 奉献十六块 十块是他自己奉献的 八块是另外那些人奉献 那有什么 他看了以后就分岛 结果他回家祷告 一直祷告 神就告诉他说 你要坚持祷告 这个教会 将来是影响世界的教会 八个人要影响教会 影响世界 刚好可怜 根本不可能 都是黑人 和流浪汉 总共八个 结果他就一直祷告 神要他一直祷告 跪下来祷告 他就跟神说 神啊 凡是没有要 没人要的人就进到我教会 你敢说 没人要的 都要教会 都要是流浪汉 不然就吃毒的 越来怎样 越来多 你知道 结果他为这些人祷告之后 这些人忽然之间 吸毒都不见了 流浪汉都变成正常的人 你知道吗 现在那个教会 在四十年之后 现在这个教会有两万人 而且他的教会 得在格莱梅奖 得过十二次 有厉害吗 他们就要在唱歌四班 得过十二次 师母也不会看谱 但是他做指挥 那有厉害吗 靠着什么 就是祷告 神跟他说话 信心向前走 兄姊妹 不要看到你现在 也不要看到你多少岁 你知道吗 看到你 因着祷告 因着神跟你说话 你会活出美好的一片天 我们一起来奉献 好 祝我仰望你 我全然心靠你 自我一想 能看见你心意 祝我仰望你 祝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赐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祝我仰望你 祝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自我智慧 能看见你心意 能看见你心意 祝我仰望你 祝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我帮助来自你 自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凡事都在你手里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爱你 我的盼石 我爱你 我的盼石 我爱你 我要爱你主 我的力量我爱你 我的盾牌我爱你 我的盼石我爱你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爱你主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神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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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从永远到永远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神藏全 让祷告奉到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希望你做一个 你开口祷告 好不好 为你家 为你家会做一个祷告 Hallelujah 天父我再次 恳求你帮助所的兄姊妹都能够开口祷告 让我们的家是一个平安喜乐的家 我们的家 全家都要归族 我们的家都要看到神的恩典满满在我们的家中 我们的家不是只是一个平安喜乐之家 也是一个荣耀丰盛之家 我们的家在设计里面是充满影响力的 主啊 让我们的家真的满有祢的恩典 满有荣耀 让我们家是成为社区的祝福 感谢赞美主 也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充满荣耀 充满心灵敬拜的一个教会 也是一个自由的教会 也愿这个教会是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 愿这个教会因着祷告 看到这个教会充满影响力 这个教会说散发的信息会影响到这个城市 神啊 我们着重的是这个城市 要成为一个荣耀的城市 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城市 成为一个福音化的城市 祝这个教会 真的带领整个城市向前走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让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兄姊妹让我们站起来 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 主啊 我神 佛北风寂寞观看 祢所所造 一切奇妙大功 探尽性树 就听到隆隆雷剎 你的大能 变满了一座中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为难 何能为难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为难 何能为难 当我想到 神经缘才那儿知 将是生命 我几乎不灵魁 主在世家 甘愿被我的忠担 有些生生 会要赦别我罪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为难 何能为难 我领歌唱 赞美救助我神 你真为难 何能为难 你好 让我们拍手来赞美神 让我们到处来呐喊 轻声哈利路亚 耶稣记得恩典 上帝的是爱 圣灵的感动 慢慢与我们存在 从此此刻直到永永远远 Amen 我们都没请坐 我们听拜祭